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疫情後首個商十一落下為幕 由阿里巴巴公佈的有創新高的總成交額來看 似乎消費者一年來被壓抑的需求終於獲得釋放 在買家刻意營造的狂快氣氛中 民眾和官方的熱情似乎高漲 但看來逐年攀升的消費額背後 真是中國人消費信心大增 又或是年輕人借貸消費的泡沫呢? 阿里巴巴在12日時宣布 天貓雙十一狂寬總成交額達到4920億元 同比增長85.62% 這個增幅遠超去年 雙十一和成交額也成為這幾天的洗版熱池 就連中共央行也剩下雙十一的熱度 公告了一下他們的驚人工作量 十一日中共央行發文說 網聯、銀聯和主要商業銀行、非銀行支付機構等 成功完成雙十一網絡支付清算業務高峰保障工作 那麼消費者在雙十一期間花了多少錢呢? 從中共央行公布的數據來看 聯網銀聯一共處理了網絡支付業務 二百二十二億四千三百萬宗 最高拼法量達到每秒十萬九千宗 業務金額達到一萬七千七百億 這一萬七千七百億 就是由消費者的荷包洗出去的錢 就是在雙十一前夕 大家知道一個反壟斷指南 令四大電商巨頭阿里巴巴、騰訊控股 美團和京東的港股價格連初兩天 累積蒸發了接近二萬億港元 所以雖然雙十一的交易額狂測新高 監管的勒緊就令股價暴跌 可謂是冰火兩重天 就是阿里巴巴京東電商現在的感受 中共是一邊拿著電商壟斷 一邊叫這些電商為經濟內循環 打造一個繁榮的場景 早前我們財商天下的中國金融專家 麥先生已經指出 中共當局對這些金融科技巨頭 在監管上用了有保有壓的一貫手法 並且在天貓商十一消費的背後 還有中共當局推動經濟內循環的考慮 譬如帶動製造業的復甦等 一場疫情令中國陷入危局 而雙十一的成交額 由11日的凌晨剛剛過了半小時 就發出了第一個成效額3,700多億 這種購買力的拼法 對高叫經濟商循環和自己打氣的中共來說 確實像一針雞血 立即就有些熱血沸騰 大陸媒體在報導雙十一的時候 還特別提到這場消費城市不可或缺的參與群體 快遞人員 有快遞小哥在受訪的時候說 今年賺錢就靠這一個月了 並且表示在雙十一期間的收入 低約有2萬人民幣左右 中共國家郵政局公布數據說 今年雙十一 但是11日當天就一共處理了快件 6億7500萬件 同比增長超過26% 再創歷史新高 而在整個雙十一期間 中國郵政快遞業一共處理了39億6500萬塊件 平均到每個中國人身上 就是每個人都收到兩三個包裹 阿里巴巴說了 今年天貓4,900多億人民幣的成交額再創新高 這個新高又帶來了銀行快遞業的一個個新高 而這個成交額新高是什麼概念呢? 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大陸十一期間 所謂黃金周的消費數字 根據中國文化及旅遊部的數據 十一假期的前七天 實現中國大陸旅遊收入4,500多億 在報導這個數字的時候 中共當局使用了一個非常含蓄的用詞 同比恢復69.9% 其實在這裡繞彎說 和去年同期比較收入減少了三成的意思 也就是說 阿里巴巴所公佈的雙十一成交額 遠遠超過了中國大陸十一期間 七天的旅遊收入 超過400多億 我們再比出的數據 中國海南省今年前三季的GDP總和 是3,841億 這個數字也比不上雙十一的 4,900多億的成交價 中共第三季度GDP總額為26萬億多人民幣 那麼雙十一的成交額相當於這個季度中佔比2% 當然今年雙十一的成交額是有取巧的 主要的是今年雙十一拉長了預售期 可以由11月1日開始支付訂金 在11月11日支付尾數 而且還將11月1日至3日設為另一個促銷期 與雙十一當日的優惠力度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這個4,920億的成交額 主要是來自兩個時段 一個是11月1日至3日 一個是11日的當日 1日至3日的交易額達到1,266億 而11日的全日交易額是3,716億 即使有取巧令數字看上去更漂亮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 今年的雙十一公佈出來的成交數字 的確在輿論上起到強心針的作用 德陸不少網站興奮地表示 雙十一向世界展現了中國的消費信心 就在雙十一之前 4日的時候 網易旗下的網易嚴選突然宣佈 要推出鼓吹過度消費 為消費數字狂歡的雙十一 雖然網易推出雙十一 正是發生在中共發出電商反壟斷意見稿之後 其中很有可能有背後說不出的考慮 但是關於過度消費 為消費數字狂歡這幾個字 就說出雙十一消費的實質 或者雙十一的成交數字 令電商巨頭能夠再一次證明 他們在中共經濟體中的舉足輕重 但是對百姓來說 在這個價格敏感時代 這個數字或者反過來 應該引起大家的警惕 近年來 隨著花壩等網絡借貸平台崛起 令借貸消費變得無比容易 因此網絡上有了一句流行語 叫做花錢一時爽 還錢火葬牆 雙十一的刺激消費 似乎就對應了這種一時痛快的眼前消費 2019年11月 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發表了 中國消費年輕人負債狀況報告顯示 中國的年輕人 信貸產品滲透已達到86.6% 當中有近一半的年輕人 將信貸產品當作支付工具 包括用信用卡消費 但是在免息期內清還 在扣除作支付工具的部分之後 中國年輕人實際負債人數 在整體年輕人的佔比達到44.5% 那就差不多是每兩個人之中 就有一個人負債 這份報告還顯示 來自互聯網的分歧消費產品 憑著靈活便利等優勢 獲得了最高滲透率和好感率 使用率更高達60.9% 近年來螞蟻集團的花壩、京東百條、蘇寧的任性庫 以及微粒貸等各類互聯網借貸業務層出不窮 年輕人借貸的渠道也被大幅托闊 借到一筆金顏不小的貸款變得非常輕鬆 但是同時被債務緊箍的人生 也讓一些年輕人的生活越箍越緊 在11月10日的時候 豆瓣小組的一個負債者聯盟突然登上熱手 根據媒體爆出的消息來看 這個負債者聯盟是在2019年12月創建 聯盟小組中有16605名債務前身的年輕人 這個負債者聯盟說 無節制消費、遭遇詐騙和網貸等 是導致小組成員 以及不少中國年輕人債務前身的原因 關於這個話題 新唐人電視台還採訪了一位大陸網友任女士 以及她20出頭的兒子 母子兩人表示 在年初疫情期間失業 為了支付房租和生活費 開始向螞蟻集團旗下的花壩借貸 任女士說她借了一萬多 到現在還未還 因為銀行卡都沒有錢 她說如果下個月還不能還 就用兒子的帳號還 還完之後馬上拿出來 這種靠循環借貸生活的日子 相信再方便的借貸 也沒有辦法讓生活變得真正輕鬆 從而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也層出不窮 在雙十一的消費狂歡下 與之對比的是 中共官方已經無法隱瞞百姓消費信心的減弱 中國大陸的一個地產自媒體 丁祖玉平樓市 在近期發表了一份針對家庭收入和購買房屋計劃的調查 就是這份很接地氣的調查 暴露了當下中國人的收入情況 這份調查涵蓋了一萬二千多個家庭 調查數據顯示 有九成家庭的收入出現減少 其中收入減少10%的家庭比例超過15% 收入減少10%至30%的家庭佔比超過38% 收入減少30%至50%的家庭佔比達到26% 這些受訪家庭 年齡分佈在25至35歲之間的比重為65.1% 在城市分佈方面 由一線到四線城市都有 另外這份調查還發現 受訪家庭的買屋信心出現下降 而原因是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未來收入不穩定所導致 除了民間的調查 來自官方的數據也透露出不少信號 11月10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表了10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同比上升了0.5% 其中食品價格同比上升了2.2% 非食品同比持平 那代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所說的上升0.5% 主要都是來自食品部分 比持平 那代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所說的上升0.5% 主要都是來自食品部分 雖然外界一直認為中共官方數據已經失去了真實性 也有業界人士指出中國大陸的CPI 真實的數據恐怕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那就好像一個失真的溫度計 只能冷暖自知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另外兩個 與消費息息相關的指標 人民幣存款規模和短期消費貸款 11日 中共央行發表了今年10月的金融統計數據報告 報告顯示 在10月份 人民幣存款減少了3,971億 而人民幣貸款就增加了6,898億 對於人民幣存款減少 有分析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訊號 同時人民幣貸款中的住戶部門短期貸款 增加了272億 但是同比就少了350億 那與居民消費走藥息息相關 因為中國居民當前消費中 有很大部分是來自短期消費貸款 或者敢預視著年底和未來消費的疲弱 由以上幾個層面的數據上 我們幾乎可以勾勒出一些中國普通白姓 目前的真實生活狀態 這些數據和雙十一的一個又一個歷史新高相比 確實有些殺風景 但是對於想了解中國大陸消費環境真相的朋友來說 或者可以做一種未與籌謀的考慮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分享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見 請多多謝 感謝包裝 感謝包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